夜晚,我正熟睡中,一个火热的身躯贴了过来,男人呼吸沉沉,密密麻麻地吻从我的脖梗逐渐往下移,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小声嘟囔,林舟,我好困,贺林舟见我醒了,他俯身亲吻我,声音暗哑,乖,你睡你的,下一秒,他栖身而下, 我固自骂道,贺林舟,你个混蛋,他吻去我眼角的泪,轻笑着说,乖乖,你最近提气见长啊,我闻眼,心里咯噔一声,差点露馅了,我圈住他的脖子,委屈巴巴地说,谁叫你这几天都不陪我,他身下力道不减,喘着气道,乖,等我忙完这一阵,就好好陪你。 几个小时后,我望着身旁燕族的男人,真想狠狠甩他两巴掌,不过考虑到我哥的终生幸福,我最终还是决定忍住。 时间一晃而过,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贺林舟身边待了两年。 我叫程云雾,原名谢金进。 我有个大我八岁的哥哥,他叫谢金钊。 我自小由他拉扯大,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他同时扮演着父亲和哥哥的角色。 十二岁这年,我被他的生意对家绑架,他为了救我,差点失去了半条命。 那天过后,我就改了名字,我哥把我保护得很好,没人见过真正的港圈小公主。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我意外得知我哥多年不结婚的真相。 原来他在护城有个念念不忘的前女友,听说跟护圈太子爷订了婚。 我特意找私家侦探调查过,发现两人只是商业联姻,毫无感情。 为了能让我哥早点娶到心爱之人,我先是花巨资找了不少人去勾搭贺林州,奈何没一个能入他的眼。 我只好亲自下护城,经过我两年的死缠烂打,脸哄带骗,终于成为了贺林州身边最受宠的金丝雀。 他也因为我迟迟不提结婚之事。 第二天早上,我被身后传来的粗众喘息声弄醒。 贺林州那方面欲望强烈,但我们都是彼此的第一次。 我常常在想,我没来到他身边,他究竟是怎么解决生理需求的。 他这几天忙前忙后,根本没时间碰我,依现在来看,我这半天估计都要在床上度过。 果不其然,等我再次醒来时,已然下午。 我望着镜子前体无完肤的自己,心里早已将贺林州的祖宗十八代都给问候了个遍。 我这人向来牙字必报,眼下还不能跟他撕破脸,我只好将所有怨气都发泄在他给的黑卡上。 半个小时不到,我就花了五百万。 途径百货商场时,我毫不犹豫买下了那十九块九三条的男士内裤。 从大楼出来,一辆酷炫的麦巴赫停在我面前。 开车的人是贺林州的发小齐阔。 他摇下车窗,露出轮廓分明的俊脸。 小嫂子,快上车,我送你回去。 齐阔是贺林州身边为数不多,对我还算客气的人,我最终上了车。 他偏头看向我,低咳一声。 小嫂子,明天早上十点,记得去迷雾,那里有惊喜等你。 什么惊喜?我问道。 他轻挑下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回到别墅,贺林州戴着细细的金丝边眼镜,就坐在沙发上。 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柔化了他原本伶俐的五官。 那双漆黑的眸子定定地望着我,半想吐出四个字。 悟悟,过来。 我走过去,跨坐在他身上,笑得眉眼弯弯。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回来陪你,他温柔摘下眼镜,语调端得散漫,今天买了什么? 包,鞋子,衣服。 他轻笑一声,捏了捏我的脸,小眉良心,就只记得给自己买。 才没有,我指着一旁的手提袋,红着脸说,我给你买了三条内裤。 他刮了下我的鼻尖,算你有良心。 他拿起手提袋看了看,神情微微僵住。 怎么了?你不喜欢吗?我对上他的眼,洋装难过地说,你要是不喜欢,可以丢掉。 没有,我很喜欢。 他看着我满眼复杂,你有心了,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我? 齐阔说得没错,迷雾咖啡厅确实有惊喜等着我。 不过那不是惊喜,是惊吓。 我望着坐在窗边的一男一女,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冲了进去。 我扑进贺林舟的怀里,声音颤抖。 林舟哥哥,我会乖乖听话,你别不要我。 贺林舟好看得眉头微醋,成云雾,谁让你跟来的? 我将身子作证,看向对面的女人,耿着声道。 清理姐,我是真的很爱林舟哥哥,我不能没有他。 我知道以我的身份配不上他,我从来没有觊觎过贺太太的位置。 只是,你和他结婚后,可不可以让我加入你们? 我保证不会争风吃醋。 见宋清理久久未吭声,我只好拿出杀手锏。 我开始假装犯恶心。 还没有几下,贺林舟就一把将我扯进怀里。 漆黑的眼又冷又沉。 成云雾,你再给我装一个试试。 就在这时,宋清理出了声。 贺林舟,你别凶他,小心把人吓跑了。 宋清理看着我,露出温和的笑意。 云雾,你误会了,我刚刚在和贺林舟商量解除婚约的事。 真的吗?我两眼放光。 当然,听到他肯定地回答,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 清理姐,你的选择是正确的,你值得一个更好的人。 宋清理走后,贺林舟捏住我的后颈,低沉的嗓音隐隐透露着一股威胁。 什么他值得更好的人? 难道我就很差劲? 我笑得唇角都合不拢,不差劲,一点都不差劲。 他猴结滚动,用玩味调侃的语气说道,我和他退婚你就这么高兴。 高兴?他亲了亲我的脸,散漫地笑了下,就这么喜欢我。 不是喜欢,我紧紧地抱住他,满口胡话,人家爱死你了。 听到浴室传来嘻嘻嘻嘻嘻的水声,我连忙跑到阳台打电话。 没过多久,电话被接通,低沉的嗓音响起,精进。 我激动开口,哥,听说贺林舟要和清理姐退婚了。 我知道,清理都跟我说了。 他那边默了默,说,金金,你很快就要有嫂子了。 真的吗?我有些难以置信。 嗯,他说话的语调放缓,你在外面玩够了就回家,等你回来我安排你们见一面。 我?好。 我哥并不知道我这两年一直待在护城,他以为我还在全国各地游玩。 好在我这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即将抱得美人归。 我都决定好了,等给贺林舟过完二十八岁生日,我就回港城。 正想着,身后传来一道冷冽的男生。 成云雾,你刚刚在跟哪个野男人打电话? 我哥。 贺林舟从身后圈住我,淡淡开口,下次我们一起去见你哥。 我语气轻描淡写,我哥就一臭麦鱼的,你见他做什么? 乖乖,你猜? 猜不到。 话语刚落,我的身后就被坚硬的东西抵住。 我转过身,点起脚尖,凑到他耳边低声道。 林舟哥哥,今晚让我来玩你吧。 贺林舟的身材很好,宽肩斩腰,肌肉惊悍。 要不是那方面太过强悍,绝对是我心中最适合的床搭子人选。 以后回岗城了,说不定就找不到像他这么优质的男人了。 所以我决定,接下来的几天,好好放纵自己。 看我玩不死他,贺林舟生日的前一天晚上。 我洗完澡出来,手机响了下,是陌生号码发来的一段视频。 好奇心驱使我点开。 画面中,男的不停在女的身上耸动。 男人的喘息声中夹杂着女的呻吟声。 那男的侧眼和声音像极了贺林舟。 女的我认识,是他那经常给我使绊子的小青梅梦之月。 我强忍着偶艺,给贺林舟打了电话。 他过了好一会才接。 当听到那头传来男人隐忍低喘的嗓音时, 我立马挂断了电话。 那边很快发了条消息过来。 乖乖,我今晚有事,不回来了。 我抿了抿唇,压下心头难言的情绪。 好。 回完消息,我直接在手机上将这张在护城办的电话卡给注销。 终究是我高估了贺林舟。 那天晚上跟他做完后,第二天,我的大姨妈就来了。 这几天,他都没有碰我。 像他这样欲望强烈的男人,出去找人也正常。 好在我对他也没那么喜欢。 谈不上有多难过。 只是在我和他还没结束前,他就出去找人做,尾时有点隔应我。 既然如此,我决定明天走前送他份大礼。 我画着精致的妆容,一身小黑裙来到宴会。 我身上不自觉多了几道打亮的目光,那眼神带着一种鄙夷,轻视,不屑。 在他们看来,我没家事没背景,根本上不了台面。 孟之月走到我面前,语气轻蔑。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还会来。 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诞生到,只见他扯了扯衣领,故意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吻痕。 他笑着道,昨晚我跟林州哥哥做了好久,他对我特别温柔体贴。 他看了眼四周,说,林州哥哥打算今晚跟我求婚,你待会可别哭鼻子。 看他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突然想起我刚来到贺林州身边那会,他就时常对我冷嘲热讽。 那时,我要维持我的人设,不好在贺林州面前发作。 可现下我嫂子都快有了,我还忍个屁。 我看着布置的梦幻般的场地,一脚踹翻那九层蛋糕,冷眼看他,哭个屁。 我玩过的男人多了去了,你还真以为我稀罕他。 贺林州是我玩过的男人中最无趣的,要不是他脸还过得去,我特么早把他给踹了。 周,周哥。 我闻声望去,贺林州脸色阴沉可怖,就站在人群中央。 他冲过来拽住我的手,语气森寒阴冷,成云雾,你有本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看着他,一字一顿说道,贺林州,你是我玩过的男人中最差劲的。 我腻了,我们分开吧。 话落,我决然抽回手,从他身旁擦肩而过。 还没走几步,身后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嗓音。 成云雾,你今天只要出了这个门,以后就永远也不要回来。 我不在意地笑了笑,加快步伐往门口方向走去。 上车后,我给沈安安打去了电话。 安安,我今天晚上九点左右到港城,记得来接机。 沈安安有些猛,怎么回来得这么突然。 我看了眼发红的手腕,说,不想待在这了。 贺林州,你不要了。 我口吻淡然。 不要了,一个已经脏了的男人,没什么好留恋的。 贺林州送给我的那些东西,我一样也没带走。 这两年,我每花他一笔钱,都会记在手机上。 大大小小算下来,我总共花了他两个多亿。 回到港城的第二天,我直接给他卡上,打了五个亿过去。 在我哥的安排下,我和宋清离见上了面。 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原来他和贺林州只是合作关系。 其实,不管有我没我,等约定期限一到,他们都会对外宣布解除婚约。 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宋清离最终答应我不将这个事情告诉我哥。 回到港城的第二周,我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各方面不错的男模, 结果连人的腹肌还没摸上。 下一秒就被人拦腰抱起,入眼是贺林州那张阴沉沉的脸。 贺林州,你干嘛?你快放我下来。 他悠悠地看着我,神色阴冷,成云雾,你最好给我安分点,不然我立马把你丢到地上。 我一惊,下意识圈住他的脖子。 眼见即将被带出包厢,我垂死挣扎。 安安,你快救我。 沈安安默默别开眼,自动忽略我求救的目光。 他低咳一声,姐妹,你自求多福。 贺林州粗鲁地将我扔到床上,二话不说,开始解皮带。 我做事要离开,他眼神晦暗,把我压在床上又吻又咬。 嗯,不稀罕,那之前是谁特么求我疼他。 成云雾,是你先来招惹我的,你休想从我身边离开。 我用力挣扎,他却扼住我的手腕,不断加身这个极致缠绵的吻。 良久,他才松开我。 我立马推开他,甩了他一巴掌。 贺林州,你恶不恶心? 我恶心,他脸色黑沉,我们才分开没多久。 你就有了别人,我都还没跟你算这笔账。 那你呢? 我毫不留情地说道,在我们还没结束前, 你就背着我跟你的小青梅滚床单。 什么滚床单? 他有些错愕。 我冷笑。 你还有脸庄? 孟之月都把你和他做那事的视频发给我了。 而且我那晚给你打电话,你那声音明显不对劲。 他微正了下,好像意识到什么,伸手想要拉住我。 他狠狠皱了皱眉。 乖乖,不是你想的那样,那天孟之月给我下了药, 我没碰他,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人还在医院。 我不信,我躲开他的手,冷漠地说,贺林舟,我们已经结束了。 结束个屁。 他周身气压低沉,声音里透着冷气。 成云雾,你问都不问我,就这么着急把我甩掉,你是不是早就有别人? 是。 他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你等着,等我把你的拼头找出来,看我不把他弄死。 你找得到再说,我撂下这句话,毫不犹豫离开。 第二天中午,我被一串清脆的来电铃声吵醒。 我眯眼一看,发现是我哥秘书打来的电话。 喂? 电话那边,急促的男生响起。 大小姐,你赶快来公司,谢总跟人打起来了。 跟谁? 我心里咯噔一声,下意识地捏紧手机。 赫氏集团的赫总。 从车上下来,我刚好跟迎面走出的赫铃舟撞上。 他脸上挂着几道淤青,唇角的血迹还没干。 他轻扯唇,声音里带着嘲讽,来得这么及时,就这么怕我把你的拼头打死。 什么拼头? 他目光一冷地看着我,谢金昭不就是你背着我心找的拼头? 我低渴,一本正经答道。 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他是我,刚认的干哥哥。 干哥哥? 他眸子咪了咪,声陷极冷。 你这干哥哥可真够大方,随随便便就给你这个干妹妹几个异画。 反倒是你那臭麦鱼的亲哥,对你死抠死抠的。 我微微仰头,看向他。 那个钱不是他给的,是我自己投资赚的钱。 还有,我亲哥对我挺好的,他对我一点也不扣扣。 他冷笑,你觉得我还会信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小骗子? 信不信有你? 说完,我直接越过他进了公司。 哥,你没事吧? 我急冲冲地推开办公室门,当看到我哥的脸时,才发现我的担心显得有点多余。 他也就唇角那块破了点皮,其他地方完好无损。 经这么一对比,贺林舟貌似伤得比较惨。 他嗓音温缓,没事。 我迟疑着开口。 哥,看这样子,贺林舟应该是被打的那个吧? 嗯,他沉沉开口,只要想起他是清理以前名义上的未婚夫,我就想揍他。 我,他沉默片刻,说。 金进,等我忙完这一阵,你陪我去护城宋家正式登门拜访。 哥,你之前不是说年后再去? 他捏了捏眉心,嗓音凛然。 不能再等了,看贺林舟今天这个样子,显然是对清理上了心。 我要是再不速度点,你嫂子估计就要被人抢走了。 我纠结半想,慢吞吞地说。 哥,有没有一种可能? 贺林舟只是今天吃错了药,他其实没那意思。 金进,你好像很了解贺林舟。 我干笑了两下。 没有没有,我也只是猜测。 沈安安打听到,贺林舟来港城是为了谈一个重要的合作。 估计要在这边待几天,我怕再次被他缠上,这两天干脆不出门。 晚上七点,我看综艺正入迷,突然被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打断。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道熟悉的男声。 小嫂子,我是齐阔,我有急事找你。 我披上外套,忙不迭地跑去开门。 没想到入眼是贺林舟那张最熏熏的脸。 我一惊,做事要关门。 小嫂子,别。 齐阔把脚卡在门缝上,急道。 小嫂子,你误会周哥了。 那天晚上和孟之月发生关系的人真不是他, 这个是他在医院的就诊证明。 我接过他手里的单子看了看,说。 齐阔,你当我傻。 这张单子你们去私立医院花点钱,就可以找人开。 小嫂子,我真没骗你,我这还有证据。 齐阔疏弟打开手机,点开一个视频, 这是我从医院截取的一段监控。 画面中,齐阔搀扶着贺林舟从医院大楼走过, 贺林舟那神色明显不对劲。 许是怕我不信, 齐阔还特意将医院走廊显示屏上的日期时间给截取了下来。 接着,他又给我看了张照片。 他说,那天晚上跟孟之月发生关系的是这个男的, 他是孟之月找的周哥替身。 孟之月那女人也真是够丧心病狂的, 还特意让这个男的学周哥的声音。 我将图片点开看, 发现这个男的确实跟贺林舟长得有点像, 尤其是侧眼。 种种证据放到我面前, 我发现我好像真的误会贺林舟了。 他声音里透露着一股无奈。 小嫂子, 周哥对你的心比真金还真, 他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可能不知道, 他生日那天晚上想跟你求婚来着。 听完他说的这些话, 我整个人直接当场傻掉。 完蛋! 这下是真的真的很难甩掉贺林舟了。 趁我不留神的功夫, 齐阔二话不说扶着贺林舟走了进来, 还不声不响地把人放在沙发上。 行李也一并送了进来。 他说, 小嫂子, 周哥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先撤了。 不给我开口说话的机会, 他蹭得一下就没了人影。 我看着躺在沙发上睡着的男人, 心情格外复杂。 我的蓄意接近是真, 他的坠入爱河也是真。 我好像有点不忍心继续骗下去了。 早上醒来, 贺林舟早已没了踪影, 不过行李还在这。 在我还犹豫要不要给他打电话时, 就听到门口咔嚓一声。 贺林舟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走了进来。 我看着他, 慢慢地出了声。 贺林舟, 抱歉啊, 那个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 只要你不生气了就行。 他握住我的手, 将他贴到脸上, 眼里满满地认真。 既然误会解除了, 那我们这算是和好了。 我顿了许久。 最终鼓起勇气说, 贺林舟, 我其实骗了你, 我当初是故意接近你的。 我知道, 他不急不缓道, 我还知道, 你原名叫谢金进, 你来我身边的目的是, 为了破坏我和宋青梨的婚约。 我睁大眼睛看他,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前天, 他垂眸看我, 神色平静, 无波澜。 我那天回去细想你说的话, 心里隐隐有些怀疑, 当即找了私家侦探去查。 我声音很轻, 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还来找我干嘛? 找你和好, 他轻柔的嗓音又低又沉, 乖乖, 是你主动来招惹我的。 我身心都给你了, 你可要对我负责到底。 我正了正, 你不生气。 刚开始有点, 后面气就自己消了。 我沉默了好一会, 随后说, 贺林舟, 我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这两年, 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床搭子。 没关系, 他喉结轻滚, 沉沉地望着, 你可以先把我这个男朋友当成床搭子, 等你真正喜欢上我了, 我们再考虑结婚。 可以, 我低渴一生, 不过你那方面的需求要稍微克制一下, 咱们顶多一周三次。 他声色很是平静, 没问题, 午饭过后, 我闲着无聊, 就和贺林舟找了部电影看, 看到后半段, 全是男女主的激情戏。 我默默看了眼身旁的人, 心里莫名有些躁动。 我隐隐约约约觉得, 再看下去可能要出事。 我起身打算回房间, 没想到贺林舟却突然将我扯进怀里, 他散漫地笑了笑, 乖乖, 你脸怎么这么红? 很红吗? 我慌乱地开口。 嗯, 他喉结上下滚了滚, 声音暗哑, 待会估计会更红。 下一秒, 他捏住我的下巴, 俯身稳了下来。 几分钟后, 我气息不稳地靠在他怀里。 他喘着粗气, 身体显然起了反应。 他凑到我耳边下鼓, 乖乖, 想要吗? 我轻轻地点头, 耳朵不自觉发烫。 见他把上衣脱了后,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 难为情开口。 贺林舟, 不可以, 没有套。 他声陷低哑, 我今天早上买了。 我, 贺林舟在我这里住了下来。 我每天过得胆战心惊, 生怕我哥哪天突袭。 好在他这期间没有来过。 不过仔细一想, 我也有几天没去找他了, 今天直接来公司找他。 刚出电梯, 我就看到我哥和贺林舟 一前一后地从会议室出来。 贺林舟眼尖地发现我, 冲我勾唇笑了笑。 我默默别开眼, 洋装不认识他, 静自往办公室走去。 见我哥进来了, 我试探性着问, 哥, 刚刚那个人是贺林舟吗? 我哥微抿了口茶, 不冷不热道。 他今天也不知道, 是抽了什么风。 张口就叫我哥, 还为上次的冲动行为道了歉。 他, 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吧? 我眼神飘忽, 莫名有些心虚。 我弱弱地问, 那哥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哥定定地望着我, 金进, 你别告诉我, 你看上他了。 没有, 我哥不嫌不淡地开枪。 贺林舟这人魂不吝, 看着就不靠谱。 如果你想谈个男朋友, 我可以给你介绍。 我白手, 不用不用。 从公司出来, 我看了眼四周, 发现没有认识的人, 迅速拉开车门上了车。 贺林舟笑得无奈, 乖乖,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 我摇头, 缓缓开口。 我哥现在对你印象挺差的, 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在交往。 更不能让他知道, 我这两年都待在护城。 他捏住我的脸,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他? 我有些不确定地说, 要不再过阵子。 行, 我偏头看向他, 贺林舟,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我让贺林舟把车开到了郊区的一家废弃工厂。 我摇下车窗, 看着荒无人烟的地方, 思绪渐渐。 贺林舟,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字吗? 他正愣一瞬, 跟这里有关。 我深吸一口气, 开口说道, 我在十二岁那年被绑架过, 那些人在这里把我关了两天。 绑架我的这伙人, 是我家公司的生意对头, 他们拿了钱后, 就开始殴打我哥, 但凡警察来晚点, 我估计就没哥哥了。 贺林舟呼地将我抱住, 温声道, 乖乖, 都过去了, 以后我一定对咱哥好。 我哥好像真怕我瞧上贺林舟。 我看着坐在对面的人, 尴尬又不失礼貌地挤出一抹笑。 慈安哥, 抱歉,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顾慈安唇角挂着清浅的笑, 没事, 我们就简单地吃顿饭。 顾慈安是我哥为数不多的好友, 他刚好要去我住的那块办事, 我就坐了他的车回去。 好巧不巧, 刚下车就被贺林舟撞见。 他淡淡地逆了我俩一眼, 什么也没说。 回到家里, 贺林舟浑身上下散发着低气压。 他脸上明黄黄写着九个字, 我不高兴, 快跟我解释。 我走过去抱住他, 亲了亲他的下巴。 和林舟, 他只是我哥的一个朋友, 我和他没什么。 他板着个脸, 声音微沉, 他估计是咱大舅哥最主义的妹夫人选吧。 没, 我按着眸子笑, 林舟哥哥才是。 我趴在他怀里, 把玩着他的手指, 说吧, 你要怎样才不生气? 见他迟迟未搭话, 我小心翼翼地说, 那你再气一会, 我先去洗澡了。 我刚冲完身上的沐浴露, 赫林舟突然推门而入, 雾气缭绕中, 我被他压到冰冷的墙面, 暗雅的嗓音附在我耳边。 这周破例一次, 我就不生气, 我抬起湿漉漉的双眸, 好, 赫林舟好像还在气头上, 这次比以往还要凶枉。 从浴室出来, 我腿都还在打颤, 果然,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本想躺平一天的我, 早上十点左右, 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我推了推身旁的人, 哑着声道, 赫林舟, 你去开门, 赫林舟随便套了条黑裤出去。 没过多久, 我就被赫林舟叫醒, 他神色复杂。 乖乖, 等会再睡, 你哥来了? 我一脸猛, 谁? 你哥? 我瞬间被吓得清醒, 我颤着声问, 我哥他走了没? 没, 人在客厅坐着。 我望着他背上那树道清晰可见的抓痕, 简直是生无可恋。 这回事真的晚了。 我和赫林舟简单地洗漱了下, 随后走出房间。 我哥坐在沙发上, 语气中带着火。 谢金晋, 你跟他是怎么回事? 我握住贺林舟的手, 走到他面前, 说, 哥, 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贺林舟是我的男朋友。 我哥看着我, 抛下一个又一个问题。 你们交往多久了? 你知道贺林舟在护城养了个女人吗? 他上次莫名其妙来打我, 是不是跟你有关? 潮哥, 贺林舟出声打断他, 缓缓开口, 你先让金晋回房, 这些事我一一告诉你。 我贴在门上听了半天, 两人好像在故意降低音量, 我愣是一句完整的话也没听到。 等贺林舟回到房间时, 我哥已经走了。 我摊在床上, 闷闷地道, 我哥这次不知道要气多久。 他躺到我身侧, 伸手揽住我, 说, 放心, 我保证他明天就不气了。 我戳了戳他, 贺林舟, 你和我哥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就只是随便聊了两句。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 寄而道, 悟悟, 我要回一趟护城, 过几天再回来。 好, 还真是让贺林舟说对了, 我哥真不生气了。 他今天还主动给我送吃的过来。 我啃完一个糖醋小排骨, 小声地问, 哥, 你不生气了? 他看着我欲言又止, 最终开口。 金金金, 这两年待在贺林舟身边委屈吗? 你都知道了, 我睫毛微颤, 老实交代, 不委屈。 贺林舟对我挺好的, 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人, 嘴巴碎了些, 他突然沉下脸, 不跃倒。 那些人怎么欺负你了? 他们觉得我配不上贺林舟, 经常挖苦我。 呵, 我哥冷笑, 我怎么反倒觉得是贺林舟配不上你? 我, 我哥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 当天下午就让我跟他去了护城。 我都还没来得及跟贺林舟说。 当我盛装挽着我哥出现在宴会时, 贺林舟人还有点猛。 一直以来, 我哥都不让我暴露在公众面前。 可这次, 他却让我以谢金进的身份出席, 一时之间, 全场哗然。 我顿时成了香波波, 主动搭话的人还不少。 我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就独自找了个角落坐下。 坐下没多久, 孟之月就顶着一张面容扭曲的脸走了过来。 他咬牙问, 你到底是成云雾, 还是谢金进? 我平淡地掀起眸子, 都是。 他气急败坏道, 你都回港城了, 还回来做什么? 我轻飘飘地来了剧, 我回来跟贺林州结婚啊。 不可能,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都那样羞辱林州哥哥了, 他才不会娶你。 我看着在人群中谈笑风声的男人, 说, 你确定? 贺林州似是察觉我的目光, 不偏不倚, 跟我的视线对上。 他眼眸含笑, 跟身边的人说了几句话, 就往我这个方向走来。 梦之月显然也看见他走过来了, 神情微微僵住。 我笑着看他, 贺林州, 你愿不愿意娶我? 他勾起唇角, 求之不得。 梦之月闻眼, 那双晶莹的眼眸已然盈满泪珠, 他捂着脸跑了出去。 我跟贺林州提前离了场, 车上他把我压在座椅上, 又吻又摸。 开口的嗓音明显染上情欲。 乖乖, 想不想我? 他的手轻车熟路地在我身上游离, 我身上的裙子早已褶皱不堪, 他的呼吸声越发粗重。 我一惊, 握住他不安分的手, 贺林州不可以在外面。 车子刚驶进别墅, 贺林州就熄了火。 漫长而寂静的夜晚, 没人知道, 停在城区别墅的一辆黑车 不停地在发生振战。 我哥结婚这天, 我看着在台上互相交换戒指的两人, 泪意顿时涌上眼眶。 我哥总算是得偿所愿, 贺林州默默默将我拥入怀里, 低声道, 呜呜, 你个现在多了个要保护的人, 以后就由林州哥哥来保护你, 好不好? 好。 故事二, 校友聚会上, 我避动了男神教授, 事后我笑问, 江老师缺女朋友吗? 江玉舌尖抵着后槽牙, 把我摁墙上, 琴泱泱, 把老子甩了。 现在又来聊我, 老子从来不吃回头草。 行啊, 你不吃就不吃呗, 手倒是撒开啊。 丝, 真疼。 我没想到在戏毕业前聚会上, 能再见到江玉。 这丝好像变更帅了。 一进门, 西装革履, 英挺的鼻梁上架了 赋银丝边框眼镜,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 魂不吝斯文败类的气质, 跟以前判若两人。 室友诚诚, 框框砸着我的胳膊, 手里的可乐撒我一身。 我靠, 我靠, 江教授来了? 昨天班导在群里问他, 他还说公司有重要会议 来不了的。 你说, 他是为谁来的? 雾草江妖孽朝我们看过来了。 怎么办? 两年没见, 我还是好吃将老师的盐污污污, 反正不是为了我。 我嗡嗡啊呀, 硬喝着澄澄, 瞄了眼被众星捧月 包围着敬酒的熟悉背影, 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烦躁。 我没注意到江玉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 他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 露出里面的白衬衫, 隐约还能看到囚禁有力的肌肉线条。 哦吼, 身材更健硕了吗? 江玉身材一直很让人流口水。 热恋期那会儿, 我就最爱溜到他办公室。 借着请教课题的名义手, 趴他桌子上, 江老师嘶哈嘶哈偷偷伸进他衣服里, 瑟瑟地摸一把腹肌。 见他眼神变得有侵略性, 恨不得拆我入腹咯咯咯, 笑着迅速跑开。 江玉走路有点不稳, 服务员, 卫生间怎么走? 这熟悉到骨子里的声音。 我抬头呆愣了一下, 随后不自然地扭过头, 给他指了指前面的走廊, 顺着这条走廊往前走, 左拐有个花厅, 再右拐就到了。 没错, 那会儿我分手提的 有多灰衣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时此刻就有多尴尬狼狈。 就是说, 恨不得就地顿走。 因为, 我同学他们都是细高跟小短裙, 画着精致的妆, 真正来参加聚会, 回忆过去, 畅想未来的。 而我是穿着服务生衣服, 打着领结, 站在餐桌旁, 端盘子服务的那个。 这个学期几乎没有什么课了, 我一直在这家餐厅兼职打工。 想着聚会嘛, 就是吃吃饭聊聊天, 我端盘子上菜, 也可以插空聊两句, 请假的话, 一天要扣两百块, 肉疼。 但我没想到江玉会来啊, 当服务生不丢人, 但我就是不想让江玉 看到我一副活得很差劲的样子。 分手两年他事业有成, 魅力不减, 而我, 在端盘子, 挖大, 瞧着人跟人的差距。 我真是个倒霉玩意, 靠近那一瞬间, 我能闻到他身上有很重的酒味。 问完, 他曲着腿, 整个身子慵懒地已在包厢门口墙上。 不动, 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半上开口。 真装不认识呢? 秦泱泱。 这就是你说的, 离开我, 你会过得更好。 我给房给你车, 一个月三万零花钱, 你不要, 来干这个。 我也学着他的样子, 懒散地靠在对面的墙上, 我努力生活积极向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过得不好了? 用江玉以前的话说, 我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他喜欢我, 是因为我像个小太阳一样, 积极阳光向上, 能给他带来乐趣。 毕竟我俩第一次产生交集, 就是月黑风高夜, 我去找他拿资料, 办公室头顶吊灯突然坏了。 我看他挺斯文柔弱的, 就搬来凳子, 吭吃吭吃, 给他把灯给换了, 在他不可思议的目光, 和一生。 而我大学四年, 拼尽全力学习, 也只不过不挂科, 勉强拿个奖学金。 他, 是我终其一生都追不上的高度。 而且他家世优越, 身边莺莺艳艳艳太多了, 随便拎出来一个, 可能都比我优秀。 凌厉的碎发, 遮挡住了他的眼睛, 我看不清他眸子里的神色。 半晌, 他点了支烟, 烟雾缭绕间他说, 喝醉了有点晕, 分不清方向, 带个路。 起身的瞬间他脚下又一个亮枪, 我下意识地扶住了他。 江玉说他不舒服头晕, 让我等会儿他。 我抱着他的外套戳在洗手间门口, 逝去的记忆, 不受控制地开始攻击我。 我跟江玉相识于大一第一节专业课上。 清大是江玉的母校, 她本朔博联读留校工作几年后, 成了数学系教授。 一张帅得无可挑剔的脸, 加博学多时高智商脑子, 所以即便他上课批评学生毒蛇得要死, 也没有人会淘汰的课。 也包括我这个, 致性恋。 但两年前, 江玉突然辞去清大老师职位, 人间蒸发。 一时间到处疯传, 江大男神是被人甩了, 受了情伤一蹶不振, 离开清大的。 喜欢江玉颜值粉, 差点把校园表白强都哭瞎了, 哀嚎声一片。 更有怒发冲官为难言, 发誓要把那渣女扒出来, 寄刀片, 给她大卸八块, 一些让他们再也看不到江大男神的心头之恨。 没错, 那个被扒出来被寄刀片的女的, 就是我。 我跟江玉谈了两年恋爱, 地下情那种。 她怕诗生恋对我影响不好, 没有在正式场合公开过我, 我也心照不宣地没有她官宣什么的。 但她离开学校, 真的不是因为我呀。 我最后整整收了有百十来斤刀片吧。 我妈到现在, 削黄瓜皮, 土豆皮, 茄子皮都还是用的那些刀, 还有一大堆扔在储藏间没用完。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跟江玉提分手时, 她又凶又狠地亲着我, 不肯松口, 眼尾都红了。 秦泱泱, 我能解决好一切, 我说过分手两个字不能轻易说, 说了分手两个字就是真的分手了。 你别指望劳资会回头找你。 我, 哦, 手机叮咚响了一声, 是澄澄发来的微信。 泱泱你在哪儿呢? 大群里炸翻天了。 你跟江老师被偷拍了? 你快去看。 我赶紧翻开群进去, 已经九十九条家了, 且消息还在以暴风式的速度增长着。 群里除了轻一色男神好帅, 贴贴将男神外, 剩下的全是在骂我的。 原来不知道谁偷拍了我跟江玉的背影照, 刚好是我扶他腰, 他胳膊揽住我肩膀那一瞬间。 角度的问题, 照片上我俩姿势暧昧, 眼神拉丝, 从拍照的角度看, 就像是他正要把我紧紧拥抱在怀里似的。 可恶! 我今天有事儿没去成聚会, 我男神竟然去了。 干! 这小妖精又勾搭上江老师了。 真够不要脸的, 放开他好吗? 求求了, 勤泱泱你放过我们男神吧, 让我们男神独自美丽。 晦气! 还想重新勾搭江老师。 长这么丑他怎么敢的呀? 就是不要脸呗。 什么样的人家会交出这种女儿? 他妈保不准, 也是个勾搭男人的狐狸精, 哈哈哈哈。 苛苛, 大家都是同学, 说话也别太过分了。 班长试图出来维持秩序, 但很快就被骂我的顶了上去。 前面的让我离江域远一点, 我都能忍, 毕竟当初被他们孤立被霸凌, 我都忍下来了。 但攻击我母上, 大人我就不能忍了呀。 气氛烘托到这儿, 再不对两句, 就是我不礼貌了。 我刚搬起键盘, 撸起袖子准备干, 突然灵光一现, 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注意。 于是我给澄澄发了条微信, 哟, 年龄大了, 开始便秘了。 我阴阳怪气地, 把在群里受得气, 直接撒到了终于从洗手间出来的江域身上。 怎么? 你有药? 他冷冷地腻了我一眼, 瞧着分手后重逢初次对话, 是多么不美妙。 江域比我大六岁, 最讨厌的就是我提老字, 别看他长得人神共愤, 但也怕年龄差。 每次我只要一提老, 不是把我吻得气喘吁吁, 浑身无力, 就是身体力行, 让我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老。 要我倒是没有。 想起我的报复大计, 我盯着他深吸一口气,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右手霸气一伸, 把江域壁咚在了我河墙中间。 然后左胳膊圈着他的脖子使劲往下压, 点起脚尖就亲了上去。 事后笑得痞怀, 江老师现在有女朋友吗? 江域估计被这一番动作搞懵圈了。 反应过来后, 他舌尖抵了抵后草牙, 天旋地转间, 我俩换了位置, 轻松禁锢住我的手腕, 压在了墙上。 两年不见玩亭野啊, 骨节分明的手指, 不耐烦地扯了扯领带, 琴殃殃。 两年前把老子甩了, 现在又来聊老子, 我是不是告诉我过, 老子从来不吃回头草的。 你别吃啊。 我含糊不清地说, 下一秒话全被他吞了。 他跟头狼似的又凶又狠。 我太了解江域, 这丝表面斯文温柔, 但骨子里霸道强势得很, 在接吻, 尚从来不甘下风, 必须霸道地掌握绝对主动权。 不远处, 澄澄一脸姨母, 笑得拿起手机。 咔哒, 拍了下此时此刻的画面。 一边修图加滤镜, 一边兴奋地跺脚脚。 我靠, 我靠。 我就说, 这明显将男神对我们泱泱贼欣慰死啊。 要了狗命了啊啊啊啊啊。 这种真人CP是可以磕的吗? 当晚校园校园论坛上, 就出现了一条一旦激起千层浪的吻案。 两年前被骂成狗屎的秦某某疑似被江教授求复合, 拒绝后痛遭教授强吻。 晚上, 我窝在阳台懒人沙发上, 边美滋滋地磕着瓜子, 边欣赏群里那几个独尾女气得蹊跷生烟, 疯狂跳脚不停, 艾特我让我出来给个解释, 想干我又干不掉地抓狂样。 就算我跟江玉分手了, 他也是你们得不到的男人。 气吧气吧气吧, 让你们骂爸爸。 爸爸不给你们点颜色, 你真当爸爸是吃素的呀。 这不比在群里跟他们对骂爽多了。 我仰天长啸五百声, 哈哈哈哈。 率先对我外貌进行人身攻击, 骂我丑骂得最凶的那个女生, 我认识。 叫江言。 在我磕完一包瓜子, 吃完一盘哈密瓜后, 我家门铃响了。 谁呀? 打开门, 目光所及, 白替牛仔裤, 和一张已经词汇形容不出帅的脸。 如果忽略掉江玉那浑身压得很低很低的气压的话, 可能会更帅点。 我去。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你来干什么? 江玉嗓音听不出情绪, 你是有告诉我的, 开门。 徐晨晨你这个大叛徒, 随即我第一反应就是, 这丝不会是来找我算账的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不就把他当工具人利用了一下吗? 再说, 也是因为他往母上, 才会被骂的。 这两年, 我因为他受的委屈, 都快绕地球一圈了好法。 我趴的一下, 准备关门。 江玉却好像预判到了我的预判, 直接伸过来, 一只脚把门卡住了。 然后, 常年健身的他, 用了一只手, 不费吹灰之力, 把门推开了。 害得我一个屁股, 蹲四仰八叉, 摔在了地上, 头还磕到了玄关鞋柜上。 撕, 我捂着额头控诉, 江老师江教授, 你知道, 你现在的行为是犯法的吗? 四闯民宅。 我马上就可以喊警察叔叔来抓你。 江玉醋梅立刻伸手拉我, 撞到了。 我看看。 不用。 我一把拍开他, 结果他干脆弯腰俯身, 拦腰将我抱了起来。 身子猛地腾空, 我下意识地紧紧缓住了他的脖子。 他轻量深邃地眼盯着我的脸看了会, 磕红了点, 霉状破相, 家里有冷敷带吗? 在冰箱里, 我正愣地看着他的脸, 下意识地接。 后知后觉, 发现我为什么要告诉他, 还有我抱得也太自然了吧, 于是使劲拍打着他的胳膊, 你赶紧放我下来。 男女瘦瘦不亲, 他不松手, 还嘲讽地吃了一声, 你全身上下我哪里没亲过, 还怕抱。 网上的帖子是你发的吧, 说我霸王硬上宫, 秦泱泱你也能耐了呀。 我, 还不是你的无脑粉先骂的我, 还骂我母上。 我浅报复一下, 有问题吗? 江玉也是见过我母上的, 听到我母上被骂他,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随即似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除了让我个人形象受损股公司股票跌了几个点外, 倒也没太大问题, 随你想做什么, 过来找你, 是有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解决一下。 什么? 我没想到一张照片会给江玉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他说得轻松, 但几个点, 江玉家公司规模不小, 那是几千万呢, 不会找我赔他钱吧? 就是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 但现在我还顾不得思考这些, 因为说话间他已经把我抱进了卧室, 看着卧室里那张床我慌了, 江玉,你想干嘛? 然后江玉这丝, 一个抛物线把我丢在床上, 顶着最温文雅俊清风拂面的语气, 说了句最骚的话, 你说想干什么, 来霸王硬上弓。 江玉霸站着我的床, 强迫我陪他睡了一晚, 准备地说, 我以为他要对我做什么的时候, 他一头栽到我胸上, 不省人事了, 迷迷糊糊地说, 我连轴转四十八个小时, 没合眼了, 我生病了泱泱, 床借我睡一晚。 那么傲娇一人啊, 现在这么可怜兮兮的语气, 好吗? 我没忍住心软了。 因为姿势的问题, 他半夜又不停地折腾, 第二天, 我整个一腰酸背痛, 懂那种姿势吗? 一整晚, 都要让我背对着他, 他从身后拥抱着我睡, 下巴还抵着着我的脑袋瓜子上, 左臂从我脖子下面伸过去, 让我枕着, 左手紧紧圈着我的右肩膀, 像琴拿生怕跑了的犯人似的。 然后右手落在我胸前, 不管我怎么躲, 他呀都能精准导航, 比GPS卫星定位移都准。 他睡得很香, 但我很累。 我醒了, 就想弄醒他, 感受着身后清浅有序的呼吸, 我张口就在他胳膊上咬了一口。 醒了, 他抱紧紧我, 陪我再睡一会儿。 我提醒他, 我们现在是分手的, 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他鼻音很重, 嗯, 嗯什么嗯, 你快给我起来。 我扒拉了几下, 但丝毫没撼动这人一分, 我心里顿时就挺复杂的, 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以前他就这样, 永远让你猜不到他在想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 睡得时间都没有, 那你还跑来参加一个对你并不很重要的校友会。 想英年早逝, 实际上, 我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因为我才来的。 江玉没吭声, 他并没有回答我, 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地亲着我, 从额头到眉眼, 辗转到脸颊, 唇, 肩膀。 我不让他亲, 他就恐吓说要做了我, 我还干不过他。 伴上他沙哑低沉的嗓音, 在我耳边响起, 就算英年早逝, 我也只想死在你身上。 燕足的倾笑声中, 带着早晨起床独有的性感沙哑, 我整个一壳齿脸红羞涩家炸开了呀啊呀。 他他他, 这个老男人, 他不讲武德, 大早上他不仅占我便宜, 他还勾引我。 这谁顶得住啊? 跑吧, 终究还是没跑成, 这是我家, 该走也是他走。 从醒来, 江玉手机来了不下十几个电话吧, 都被他挂断了, 他干脆静了音放下手机, 摆出一副商场精英谈判的模样。 秦泱泱, 我们来算算账, 解决下这出闹剧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毕竟你承担主要责任, 男人, 涉及自身利益, 果然很现实。 我疯狂扫卷着餐桌上, 江玉刚才不让我点外卖, 于是他花了不到半小时 就做好的三菜一堂。 破罐子破摔, 哦, 是要我赔偿损失吗? 不好意思哦, 问就是很穷没钱, 要钱没有要命, 也没有我很惜命, 你自己看着办吧。 江玉修长的手指浮了浮眼镜, 细长的眉眼带着算计, 我自己看着办, 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意思。 嗯, 嗯嗯嗯嗯嗯, 我鼓着腮帮子松鼠进食, 反正我没钱, 咱就是说, 江玉做的锅包肉, 真好吃, 熬屋。 他脾气很好地点了点头, 我公司体量不算小, 也算是有头有脸, 公共场所强吻女服务生这条新闻, 已经是头条热点了, 有对家现在正在往负面引导, 我形象受损, 必然影响公司产品的幸福利。 你既然没有任何想法, 也行, 那就按公关团队说的Plan B来吧。 他这么说, Plan的肯定就是要我赔偿损失了呀。 你公关团队给你出的什么普兰笔? 我摆烂地问, 江玉换了个正式一点的坐姿, Plan B就是我公司会出一份声明, 说你是我正想要追回来的前女友, 我们正在重新接触中, 所以未来三个月在一些必要的场合, 你得配合我。 我? 什么玩意儿? 江玉隔着桌子, 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瓜子。 宝贝, 你真不懂还是装呢? 意思是老子要自己打自己的脸, 老子想吃回头草, 能懂。 我一脸猛逼张了几次口, 阿巴阿巴了一会儿,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问。 我很想问他是真的想要晚尊, 还是想回头吃我这棵草。 但我不敢问, 我很怕知道那个答案。 他见我这副模样, 深邃细腻的眼神从我身上一开, 低头喝了口水滴沉的笑。 秦阳阳, 你不会当真了吧? 正常公关手段而已。 我立刻挺了挺胸脯, 证明我没有多想, 谁当真了? 三个月是吧? 行啊。 我没敢说, 虽然是公关手段, 但他刚才那么讲, 我的心还是控制不住小慌乱了一把。 微信加回来, 他把手机递给了我, 让我扫他。 我才想起来, 分手后, 我就删掉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加完, 江玉让我把学校官网论坛链接发他, 我问他要干什么, 他也不说, 就见他在手机上捣咕了一会儿。 吃完去把碗洗了, 别又留到碗上, 他说, 我累, 不去。 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惆怅着休息的时候, 江玉无奈瞅我一眼, 把桌上的残羹碗筷收拾了。 斯文败累江, 穿着小碎花围裙, 别说, 还挺闲家良夫的。 擦完手上的水, 他才拿起手机回复刚刚的夺命连环扣, 你是不是要回学校准备论文答辩? 我开车送你。 拒绝拒绝拒绝, 我双臂摆成拉克行, 正是谈完了你, 赶紧走吧, 被人看到就不好了。 我把外套塞进他怀里, 就开门赶人。 怕被谁看到? 江玉隐约不爽地笑了一声, 说起来忘了问你, 你谈新男朋友了, 你管我? 结果我刚一打开门, 一道充满忧怨的声在电梯口响起。 姐姐, 才几天没见, 你就有别的狗子了。 又有电话进来催他, 江玉直接挂了, 这玩意儿是谁? 秦烈, 这狗子是谁? 俩人一口同声。 秦烈是住我对门的邻居, 体育生, 经常要出去比赛, 一米八四, 阳光干净, 平时说话奶酷奶酷的。 疫情隔离期间, 因为没有物资, 来我家蹭过几顿泡面, 一来二去就熟了。 平时会一起组队开黑, 也会帮我拿快递什么的。 看他身上还背着一个工装鞋胯包, 一身运动服, 我打了声招呼, 刚从外面比赛回来吗? 哦, 对了, 你妈前两天过来给你送换季衣服, 你不在, 她就先放我那了, 你一会儿来娶一下。 我跟江玉说, 住队门的弟弟。 江玉一边穿着她的西装外套, 一边逆了一眼秦烈, 姐姐弟弟叫得挺亲密啊, 我没理她。 呵呵呵, 尴尬笑着跟秦烈介绍江玉, 这我朋友, 上午过来家里聊点事情。 秦烈顿时阳光灿烂, 朋友啊, 姐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哥们长挺帅啊,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泱泱的邻居, 住队门欧会打球吗不? 有时间一起玩啊。 江玉挑眉看了我一眼, 紧跟着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秦泱泱介绍得不完整, 朋友? 啊对, 我跟她是亲过嘴的朋友, 也不是上午来的, 就是聊了一整夜而已。 江玉你脑袋被门挤了, 在这儿阴阳怪气的。 江玉这次直接一句话, 把我整不会了。 我也没想瞒我俩的关系, 但没必要逮个人, 就说这么清楚吧。 哦, 原来是前男友。 秦烈倒是瞄懂, 上下打亮了江玉一眼, 过来就抓住我的胳膊, 姐姐你现在有时间吗? 你过来我家, 我也有点事情想跟你聊聊。 还没走两步, 我的另外一只胳膊就被江玉抓住, 抓着猛地往后一拉, 跟小屁孩有什么好聊的, 赶紧回学校搞你的论文去。 你说谁小呢? 秦烈梗着脖子, 也不松手。 于是我就被这么一左一右地拉扯着。 几秒后, 我弱弱地开口, 那个, 要不你俩关上门进去聊, 放我走。 等我摆脱这俩人, 赶到学校已经很晚了。 我按着程程给的位置, 静止去了图书馆二楼。 人不多, 很安静。 见我来, 他拖着腮, 一脸笑得不值钱的样子, 朝我猥琐地挑了挑眉, 被男神亲自下场撑腰的感觉怎么样。 我嗯了一声, 对程程这没头没脑的话, 表示一脸猛低。 感情你不知道啊。 程程就差, 直接把手机对我脸上了。 你二具信号啊。 江老师为了你今天亲自下场了。 然后我就看到递过来的手机上, 官网论坛页面上, 一个我早上疯狂进食的照片头像。 但账号名却是 LV1秦泱泱一个人的疆域, 留的言。 LV1秦泱泱一个人的疆域。 我参加校友会, 唯一的目的就是见秦泱泱。 她没有对我图谋不轨, 是我单方面想跟她旧情复燃。 如果我前女友被骂跑了, 在座的各位都将承担法律责任。 看完我整个人惊呆了, 这还是之前连公开官宣 都嫌高调麻烦的疆域。 就算想做戏做全套, 也不用这样吧。 澄澄西子捧心, 开森的嘴巴都快脸后脑勺, 姜老师太帅了吧。 泱泱你怎么想的? 考虑复合吗? 我内心小鹿乱撞, 但表面稳如老狗似的 抱着电脑修改着我的论文。 哦,别信, 这都是演的。 复合? 我真的没想过。 先动心者书。 曾经的我, 在喜欢江玉这件事上 挨了很多刀, 她是喜欢我的, 但在我心里, 她远远没有我喜欢她多。 我们虽然谈的是地下恋, 但作为江玉的资深粉, 那会笑花江言 还是察觉到了 我和江玉之间 不同寻常的气氛, 于是她带头暗戳戳孤立排挤我, 把我关到厕所一整夜, 这都不算什么。 最严重的一次, 她直接把我从二楼推了下去。 校主任是江言的舅舅, 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我当时主着拐杖 直接冲到江言宿舍, 甩了她两个大耳瓜子, 但当我委屈巴巴 想跟江玉说时, 她不是在忙, 就是在忙的路上。 算了吧? 忙了几天, 我的论文答辩终于结束了。 跟江玉的重逢 就像是一个小插曲, 那天后, 她再也没出现过。 只是听说答辩那天, 她好像来了学校一趟, 反正我没见到就是了。 晚上出去丢垃圾的时候, 撞到了遛狗的秦烈, 她养了一只薄美, 叫百烂, 还怪可爱的。 我逗了一会儿小百烂, 准备上楼, 秦烈挠着头一脸纠结拦住了我。 在她第三次欲言又止的时候, 我憋不住了, 不要告诉我, 你年纪轻轻也便秘了。 有话快说, 一米八几的男生, 脸颊红彤彤, 像个小媳妇似的。 姐姐, 周末约了人打篮球赛, 你能来给我加油打气吗? 我想了想, 那天没什么事, 正好答辩完了, 放松下心情, 爽快答应了。 回去, 我就见秦烈发了一条朋友圈, 爷们要战斗, 祝我成功。 我给他点了个赞。 一分钟后, 江玉不仅也点赞了, 还评论了一个勾实质的表情。 哎哟, 这俩人竟然还加了微信勾搭上了。 下一秒, 我就收到了江玉发来的微信, 周六下午的时间给我, 有事。 这言简意该, 不容拒绝的语气, 不愧是他。 我敲键盘道, 有点不凑巧哎, 那天我有事, 要不, 下次。 对话框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 但我等了五分钟, 江玉都没发消息过来。 周末这天, 我穿了一身黑色运动风小裙子, 配了一顶Melby家的牛油果绿色鸭舌帽。 谁知道刚一出小区, 就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江玉以车站在晨光里, 光影打在他侧脸上。 他也是运动风装扮, 黑色的莲帽卫衣, 灰色运动裤, 平添了一份少年气。 鸡汤成不起我, 第一眼动心过的人, 就算时隔很久, 再见还是会动心。 心脏砰砰砰跳得不受我控制。 这一刻, 我承认, 我再次被光里这个男人的色相勾引到了。 江玉修长的指尖夹着一根烟。 见我出来, 他吸了一口, 就灭掉了烟头。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问。 带你看我打球, 他长腿笔直阔步朝我走来。 怎么也是打球? 还有, 这人说的不行, 就用抢的了吗? 那个, 我已经答应秦烈要去看他比赛了, 不是我不遵守约定, 他先约我的,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我知道, 碰到他了, 他买了早餐, 在楼下等了你一个小时, 但我用了点手段把他支走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丝毫没有用了手段的愧疚感, 坦荡地令人无法指摘。 你不讲武德, 阴险狡诈至极。 他挑了眉, 丝毫不以为意。 随即他上下扫视我一遍, 见眉微醋, 仰手就摘掉了我头上的帽子, 就说看你这身衣服不顺眼, 秦泱泱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复合期间给老子戴绿帽子, 合适吗? 我怀疑江玉在一语双关, 但我找不到证据。 我学着江玉的语气, 缓缓勾起我认为帅气的唇角, 挑起他的下巴。 江老师, 你不会当真了吧? 复合是假的呀, 正常公关手段而已了。 呵呵, 这次掐起我的小蛮腰, 直接我锁在了副驾驶上。 啊呀呀, 雾草, 江玉你干什么? 我快迟到了, 我们不顺路。 顺路? 他不急不缓地开着车, 半晌开口, 还猜不到吗? 秦烈朋友圈要战斗的对象, 就是老子。 他要跟我战斗, 抢你。 那玩意喜欢你, 打算赢了球赛后跟你告白。 我张了张嘴, 不知道说什么。 秦烈竟敢喜欢我, 这个消息着实震惊到了我。 江玉又问, 那你呢? 你喜欢他吗? 是体育中心, 篮球场。 正在热身的秦烈 看到我和江玉, 手里的球瞬间不香了。 姐姐你怎么和他一起来了? 江玉实话实说, 哦, 我去接的他。 秦烈, 你不是说 姐姐大姨妈疼得厉害 要先去医院一趟吗? 江玉, 我这么说你就信。 哦, 我记错了, 泱泱姨妈妻是在下周。 秦烈啪的一声, 把球扔到一旁, 拳头带风, 直击向江玉面门。 靠, 那你骗我? 你还把我排队两个小时 买的豆浆片走了? 江玉点点头, 不好意思, 我也没想到你会都信, 你以后得改改, 太轻信别人不好。 讲完他, 还又补了巨刀, 豆浆店铺位置记得发我一下, 还挺好喝的。 秦烈已经气得不行了, 手握成拳头, 姐姐你让开点, 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太气人了。 那个, 其实我想说, 江玉也没完全骗人, 我确实痛惊得厉害, 尤其是来的第一天, 疼得能要半条命, 必须去找老中医扎针, 才能缓解一下。 但不得不说, 江玉这货确实捏坏透了, 这妥妥气死人不偿命啊。 打巴打巴, 我一个急跑鞋加闪现, 赶紧退开三步远, 谁知道江玉一个矫健错位, 躲开了秦烈的攻击, 身体反应极快, 几拳下去, 秦烈连江玉的衣角都没碰到。 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犯花痴的, 但江玉真的再次摔到了我的心巴上。 最后还是江玉没了耐心, 握住秦烈的拳头, 一个琴拿把它扣到了地上。 小弟弟, 要打球就快点, 哥哥姐姐没那么多时间陪你号, 输了记得你答应我的, 离他远点。 秦烈脸仗红着强调, 我真的不晓。 我印象里江玉是不会打篮球的, 每天不是在钻研学术, 就是在钻研学术的路上, 除了健身, 根本没见过他打球。 但, 半个小时后江玉赢了, 我竟然觉得毫无悬念, 两人都大汗淋漓, 我递了两瓶矿水泉水给他们。 秦烈手掌撑着膝盖, 仰头忧怨地看着江玉, 你一周前不是还说不会打篮球吗? 江玉撩起衣服擦了把汗, 云淡风轻嗡了一声, 我聪明, 身体素质年轻, 一周而已, 学学就会了。 江玉的嘴巴今天是带了刀子出门的吧, 我都有点可怜秦烈了, 于是上前忍不住拍了拍他, 他是个怪胎, 什么都是一学就会, 习惯就好, 你不要, 太放在心上。 谁知道, 秦烈转而用更幽怨的眼神看着我。 我发誓我真的想安慰他来着, 但他好像更受打击了。 我认输, 但是秦烈拧开瓶盖, 咚咚咚一饮而尽。 手突然掌握住我的肩膀, 清澈的眼底充满认真。 虽然输了, 但姐姐, 我能单独对你说几句话吗? 不说, 我会后悔的。 江玉喝水的动作一致, 手指不自觉地捏紧了矿泉水瓶子。 我看了眼江玉, 好, 去休息室说吧。 正好, 我也有些话想跟秦烈说清楚。 不知道秦烈喜欢我钱, 我还能拿他当一个阳光的邻居弟弟对待。 现在知道了, 心里或多或少有点不自在。 尤其是, 他没有任何铺垫, 脸红挠着头上来就打直球。 姐姐, 不对, 秦泱泱, 我喜欢你, 从我见你第一面就喜欢你了。 虽然你那会每天看起来很不开心, 丧丧的, 穿衣随便头发邋遢着也不打理, 但我就是对你一见钟情了。 我安静听秦烈说着, 突然想到刚认识他那会, 是挺丧的。 那段时间, 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那会, 即使我跟江玉分手了, 江言还是不停地找我麻烦, 传播谣言, 最后越传越离谱, 连江玉是有未婚妻的, 我是小三上尉, 这种话都传了出来。 在学校想毁掉一个女孩子太简单了。 也是因为江言的原因, 我才搬出学校出来外面租房子, 让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 开始兼职端盘子, 打工。 姐姐, 你有对我动过心吗? 我仰头直视着秦烈, 开口, 对不起。 我不喜欢你。 我晓得这么直接的五个字, 可能会打击伤害到秦烈, 但直接拒绝, 要比委婉让他误以为还有希望, 要好得多。 而且秦烈, 从你提出让江玉跟你打比赛, 拿输赢做赌注来决定 要不要再喜欢我时, 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了。 秦烈捏捏地垂下头, 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 哎呦, 这不是咱们X大出了名的狐狸精秦泱泱吗? 就在我跟秦烈准备离开休息室的时候, 一行背着羽毛球拍的人进来了, 为首的是江岩, 他们应该也是来奥提打球的。 江岩在我和秦烈中间巡视一圈, 奸声道, 哎,你们快看看, 前阵子江老师还公开维护我们秦泱泱同学, 这才几天过去啊, 他就勾搭上了别的男人。 秦泱泱, 江老师知道你这么不检点, 跟别的男人乱搞吗? 你说他要是知道, 还会找你复合吗?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说你是狐狸精都侮辱狐狸了。 秦烈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还是把我拉到了他身后。 看你长得也不错, 怎么上厕所不知道擦嘴呢? 劝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拍了拍秦烈, 示意他不用管。 然后夺步走上前, 站定在江岩前面。 仰手, 啪, 给了他一巴掌, 撕, 把我手都打疼了。 我揉着手腕, 模仿着从江玉那里学来的气场。 江岩, 我之前说过的吧, 你在满嘴喷粪骂你爸爸, 爸爸就直接赏你耳瓜子。 秦泱泱你竟敢打我, 江岩捂着脸, 震惊又气愤地看着我, 完全没反应过来。 哦, 说起狐狸精这三个字, 我仰手, 啪得又给了他一耳瓜, 完美体现中国对称美学。 这一巴掌, 是教训你在群里, 骂我母上大人那句。 江岩霸凌了我一年, 给我制造了太多不美好的回忆, 不美好到我现在哪怕稍微回想一下, 心脏都像被揪着一样, 充满窒息感。 但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我了, 通过吃药以及积极配合心理医生的干预治疗, 一连挨了两剂耳光的江岩被我打炸毛了。 他身后跟着的那三个马屁精, 估计是被我强大的气场震慑住, 不知道是去搬救兵还是害怕的, 全溜了。 休息室这会儿就剩下我, 秦烈,江岩。 江岩不再维持自己的校花形象, 恶狠狠地瞪着我, 算你很勤泱泱, 这两巴掌我记下了。 你敢打我就做好毕不了的准备吧。 我舅舅可是李刚, 之前我能折磨的你在学校待不下去, 患上了抑郁症, 连课都上不了。 哦,忘了问你, 抑郁症的滋味好受吗? 我能刺激你得一次, 就能得第二次, 你等着吧,琴泱泱。 你要让谁等着? 冷若冰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下一秒, 我肩膀被揽住, 身体跌进了一个温热的怀抱里。 江岩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 你要让谁等着? 你够胆子的话,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江老师, 你怎么在这里? 这么张牙舞爪的样子, 被喜欢的人看到, 江岩瞬间慌了, 但他觉得机会难得。 江老师, 琴泱泱根本不配跟你在一起, 你跟他求复合, 你看看, 他跑出来跟别的狗男人鬼混,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可闭嘴吧, 琴泱插嘴, 这狗男人我倒是想当, 你看他给我机会了吗? 江玉看着江岩, 冷漠开口, 我们三个一起过来打球。 江岩瞪大了眼睛, 秒变柔弱, 不是的, 江老师, 你听我说, 是琴泱泱先打我, 我才口不择言瞎说的, 我没有害他。 他说的抑郁症是不是真的, 江玉直接打断江岩, 问我, 他周身仿佛结了一层冰霜, 像刀子一样, 冷得杀死人。 我轻恩了一声, 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低头看着脚尖, 你忙, 我不想拿这些事情打扰你, 所以你就自己默默承受。 原来你之前不像个人样, 都是因为他, 琴泱愤愤不平, 姐姐你要不还是考虑考虑我吧, 我身边没有绿茶婊, 白莲花, 风风叠叠。 我也不会给他们伤害你的机会, 我会保护你, 很好很好。 劳资现在火很大, 你想死是不是? 江玉明显生气了, 一向温柔俊雅的人, 连粗口都抱了起来, 气场更是陡升三米高。 江玉, 数学系六班江岩是吧? 畏缩着的江岩猛地抬头, 娇羞惶恐, 江老师, 你竟然记得我。 还记这么清楚? 江玉没理他, 掏出手机, 周律师, 校园霸凌, 现在一班, 能判多少年? 对, 时间有点远了, 不是最近的事, 失害者叫江岩, 你尽快去学校调查下。 嗯, 受害者能提供医院治疗证明, 手上的案子你交给其他人接手不用管了,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让他付出代价。 挂断电话, 江岩脸色苍白如纸, 江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只是喜欢你我有错吗?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打着喜欢我的名义, 恶性伤害我喜欢的人, 江玉少来恶心我。 以前我觉得江玉真的太太毒舌了, 但这会儿, 莫名觉得毒舌很爽, 江岩眼泪跟吊珠子似的刷刷流了下来, 我看他心都快碎了, 也是被自己喜欢的人说恶心, 算得上是巨大暴击了吧, 但他一点也不可怜, 江玉一个眼神一句话都没有再给江岩, 拉起我就走, 你们等等我。 秦烈抱着包追了上来, 路过江岩的时候, 给了他一个白眼, 你这种人不配得到喜欢, 江玉一看就阴险狡诈, 小气腹黑牙字必报, 你完蛋了。 走出很远, 我还能听到休息室传来江岩的哭声, 有那么一刻, 我好像是释怀了, 我靠能不能等等我, 我还没表白完呢。 甩掉非要搭顺风车的秦烈, 江玉一路上车子开得飞快。 我坐在副驾驶上, 早上吃的包子都快颠出来了。 那个, 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不理我, 单手握着方向盘, 侧脸线条紧绷, 我都能看到他头上飙升的满格怒气质。 你真的, 要告江岩? 秦泱泱我现在打掉你头的心都有, 开车呢, 你最好不要跟我说话。 凶什么凶? 二十分钟分钟后, 我没想到, 江玉带我来的地方竟然是他的公司。 在一众意外加震惊的眼神中, 他拉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啪的一声关上门, 掐着我后脖梗就低头吻了下来。 一番呼吸急促后, 他把我抱到了办公桌上, 站我前面, 头埋在我脖子里。 秦泱泱, 凭什么? 我愣愣地看着他。 他说, 你凭什么觉得这些事情会打扰我? 我是很忙, 但你的事情永远是我的第一顺位,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你什么都不说。 你不让我跟你一起承担, 承受不住你就选择离开, 跟我分手, 你觉得你这么做对我公平吗? 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做努力, 你压得倒好, 直接甩了老子, 他捧着我的脸, 眼角都红了, 我也有点想哭, 想着, 眼泪就不受控地巴达巴达流了下来。 我捏如着开口, 你妈妈本来就一直反对我跟你在一起, 当时你家里公司还又出了问题, 公司学校两头跑, 你本来就很忙了, 而我很笨, 什么都帮不上你, 我不想给你添其他的麻烦了。 所以就被人欺负了, 连坑都不坑一声, 还把自己搞出来抑郁症。 江玉低头就在我肩膀上咬了一口, 他用了很劲, 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对我来说从来就不是麻烦。 泱泱, 我们复合吧, 好不好? 一向霸道乖张的江大天才, 这会儿眼神乖得像个孩子似的, 还带了些小心翼翼, 极少看到他这样, 他很忐忑我会不会答应吧。 我刚想开口, 江玉联系的周律师来了, 说有些具体细节要问我。 江玉杀了人的心都有了, 在出门前的那一瞬间, 我贴近他耳朵快速说了一句, 我不想复合, 但是后面, 等晚点再告诉你。 不到一周的时间, 诚诚就跑来告诉我, 江颜退学了, 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搞小团伙霸凌的事。 对, 被他霸凌的不止我一个, 凡是给江玉写过情书, 跟他表白过的, 甚至当众说过喜欢江玉的, 都被他警告殴打过。 瞧瞧, 江玉就是个行走的祸水啊。 我还得知了一个秘密, 我从江玉助理那里得知, 校友聚会那天, 江玉是临时决定去参加的。 班导在群里问他的时候, 他确实第二天, 有一个紧急会议, 并且在那之前, 他刚连轴转飞了好几个城市谈合作, 还因为应酬喝酒, 把未喝到未出血, 进了医院。 但当他不知道从哪得知, 我也会参加校友聚会, 当即推掉所有工作, 出院飞回了。 老板说, 他找不到合理正当的理由跟你见面, 校友会是唯一的机会了, 他想争取一次。 你可不知道, 老板每次喝醉了, 都会喊勤泱泱勤泱泱你, 这个笨小孩, 原来你就是泱泱姐啊, 你赶紧把老板收了吧。 他再这么单下去, 我们都怀疑他有问题了, 哈哈哈哈, 泱泱姐, 我们老板一直没忘记你, 什么形象受损公关危机, 我没听公关部说过哎。 呵, 这个腹黑的男人, 原来从一开始相逢, 就是计划好了的。 我躺在江玉家里床上, 跟澄澄视频唠这些事情, 澄澄一脸, 你看我早就知道的样子。 姐妹儿, 咱就是说, 你们如果之前好好沟通交流一下, 可能分不了手。 要我说, 你们就是太在乎彼此了, 你想啊, 师生本就是不对等的关系, 在学校很忌讳, 江老师怕恋情曝光, 对你学业有影响, 你觉得他没公开是想偷偷摸摸摸谈地下情, 导致你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在江言那几个货欺负你的时候, 你默默忍受选择不跟江老师说, 几方面的强大压力下, 你身心受不了, 好家伙, 抑郁了, 分手了。 我在床上滚了两圈, 所以有没有觉得我很强大, 经历这么多迫事, 还能顽强茁壮地成长, 强大强大, 紧接着, 我听到几声猥琐的笑, 从视频里传来, 诚诚, 嘿嘿嘿, 你先告诉我, 你到底几天没出门了? 我被子蒙头在床上打了个滚, 我急不可闻地嗡嗡了一声, 诚诚惊, 七天啊, 雾草江老师这么猛, 这算是战斗机中的战斗机了吧? 我羞涩了一脸, 嗯, 怎么不算呢? 不算什么? 江玉穿着玉袍, 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进来, 我立马转程切换成了语音, 她倾笑了一声, 见我是在跟澄澄打电话, 上了床, 学着我趴在床上的样子, 手指着头, 声线低沉, 宝贝, 航班要起飞了, 准备好了吗? 说完就把我手机挂断, 扔到了沙发上, 毕业后的第二个月, 我拿到了自己理想中的offer, 江玉本来要我去她的公司的, 正好专业也对口, 但我拒绝了, 我不想依靠她, 还是想自己独立拼搏一下, 由于江玉每天高调的车接车送, 公司同事都知道, 我有一个帅气的男朋友, 这天, 江玉像往常一样来接我, 没有带我回家, 而是神神秘秘地说, 带你去见一个人, 倦江南, 一个很有情调的饭馆, 江玉带我进包厢后, 我看到一个算得上熟悉的人, 江阿姨, 我悄悄掐了江玉一把, 你怎么不告诉我, 见的人是你妈呀, 我什么都没准备, 小央啊, 江妈妈十分热情, 是阿姨让江玉约你出来的, 你快看看想吃什么, 她家招牌菜很不错的, 菜上拳后, 江玉妈妈不停地给我夹菜, 搞得我战战兢兢, 不会是鸿门宴吧, 要知道两年前, 江玉妈妈特意跑到林氏跑来学校, 让我跟江玉分手, 那是完全没好脸色, 江玉给了我一个没事安心吃的眼神, 一餐快结束, 将阿姨拉住了我的手, 杨杨, 阿姨为之前对你造成的伤害道歉, 阿姨是个女强人, 所以一直想让江玉 也找一个对她事业有帮助的, 私心以为你会毁了江玉的前途, 那会去学校打听你的时候, 也听信你们那个叫什么江岩制造出来的谣言, 以为你不是个好女孩, 阿姨这两年也想通了, 江玉喜欢是最重要的, 我们江家找的是媳妇, 不是另外一个秦总, 阿姨很满意你, 你回头跟你父母商量一下, 看看定个时间, 我们两家一起吃顿饭, 回家的路上, 我幸福感爆棚地抱着江玉不肯撒手, 不怕你笑话, 我一直特别怕你妈, 我老怕她下一句就是, 你们分手吧, 你配不上我儿子, 江阿姨能有这样的转变, 你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吧, 江玉伸手揉了揉我的脑壳, 我说过, 我们在一起, 你只需要做快乐阳光的小孩, 其他一切阻碍和问题, 我都会解决好, 江玉最近生病了, 得了一种炫妻症, 不管什么场合, 都把我当随身挂架式地带着, 就离谱, 去参加酒局, 把我薅过去, 对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逢人就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 跟朋友一起吃饭, 会跟朋友提前打招呼, 十点前必须回家, 家里有娇妻, 不能玩太晚, 或者干脆直接把我带过去, 秦烈还是没有放弃, 时不时地会给我发消息, 我后来给她发了最后一条 祝好的消息后, 删了好友, 江玉更骚, 以前不爱发朋友圈的人, 开始喜欢在圈里疯狂秀恩爱, 且每次发了圈, 都特意爱特勤烈, 我说, 你直接把它删了不就行了, 她说, 你不懂, 情敌就要放在明面上, 我们要从心理上彻底击垮敌人, 我想说, 真没必要, 有时候真不懂这男人的脑回路, 五十周年校庆, 作为曾经最年轻的教授, 现在的优秀青年企业家, 校长特意邀请江玉回学校做演讲, 这次又薅我跟他一起去, 还非要我穿正式一点, 我才不管他, 白替牛仔裤扎了个马尾就去了, 而他穿了一身很正式的西装, 这男人本来身形比例就好, 鼻挺修长的, 西装这身, 灯光照射下, 简直不要太绝, 江玉的演讲了大概五分钟, 结束之后他并没有下台, 而是重新理了李秀口, 开口说道, 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 借着今天这个宝贵正式的场合, 我想对台下, 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说几句话, 好好好, 我爸我妈和江玉的爸妈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带头鼓着掌, 我刷的一下, 脑袋充血, 脸颊通红, 他要搞什么东东, 泱泱, 我一直想说, 你在我心里是最优秀的, 所以你不用不自信, 不用妄自菲薄, 我也从来不是一个天才, 只是比别人努力了一点罢了, 我没告诉过你吧, 你对于我而言, 一直都是很重要的精神支柱, 分开那两年, 每当我疲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我只要想到, 你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生活着, 存在着, 我就愿意承受一切, 你的存在, 对我很重要, 我爱你, 我的小孩, 很爱很爱, 台上的江玉, 温柔的不像话, 我们是从这里开始, 今天, 你愿意从这里, 陪我走向人生下个阶段吗? 台下的, 我早已哭得稀里哗啦, 妆都化了, 不对, 我素颜来得没化妆, 江玉缓缓走下来, 走到我身边, 单膝跪地, 泱泱,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 江玉, 你能让我回去换个小裙子, 画个美美的妆, 再求一次吗? 感谢观看,